好 大家好 今天又要分享生活中有趣的小玩樂 那介紹的話 還是泡去類 最近拿東西買多了 那預告一下 其實下禮拜還有 這禮拜介紹Apaca 那下禮拜的話 幾乎都是Air Air的旅行包 那些的 沒關係 我們下禮拜有下禮拜的功課 我們這禮拜先把Apaca介紹完 那 接下來的話 要介紹叫 Admin Pouch Admin Pouch 我們通常在EDC裡面講到 Pouch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些organization的小袋 那Admin是什麼呢 Admin我們通常的話 就會是那種主要的 主要的那個意思 那 我們來看看 這個Apaca的Admin 它是長什麼樣子 那它的size的話 它會比 Max Petition的最大號的再小一點 那它又比中號的再大一點 所以說 那厚度的話也是有的 好 那一樣 好 我幾乎所有的產品 我都會買 ASPEC的版本 那這個 Admin Pouch 它是 VS42 VS42的材質 那它是多層的尼龍去堆積 那中間再夾上1680D的 這個Ninium Fiber 然後用22度角去做膠織 你就看到這個菱格的形狀 那22度角的話 是計算出來 對於強度 最好的一個結構 那它外面並沒有做AquaGuard 沒有做防水 那它的拉鍊的話 我們看一下 它說什麼呢 The idea is best to store your cabot and compact tools separate separate sleeve for passport 好 好 那它上面的那個拉鍊的話 應該是YKK的吧 我check一下 然後它裡面的話會有這個 填充物 填充物把它拿掉 填充物有點多 我把它拿走 那每一個AquaGuard的商品裡面 都會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塑膠紙 不知道為什麼 它上面寫 What sorrow do not eat 不知道什麼意思 好 那它裡面就是Pouch的內部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拉鍊 然後它拉鍊沒有寫YKK 注意一下 所以說它的拉鍊不是YKK的 好 是這樣子 那這一個Pouch的話 它等於就是大型的HopPouch 它等於就是大型的HopPouch 我們看一下Admin AdminPouch 這是HopPouch HopPouch的話它是forHopSystem 所以說很小 它隨身可以攜帶 然後它這個是我們的ZipPouch 好 然後呢 這個就是Admin 這是ZipPouch Pro 對不起 這是Admin 所以說它大得多 它等於是放大版的這個HopPouch 那它打開了之後的話 它會有一個這個夾層 這個夾層它是比較厚的 它有帶一個厚度 那有帶厚度的時候的話 我們通常就會放一個比較有體積的東西 例如像這個Lessman 我們說玩EDC的人 一定身上都會有一把Lessman 它就很適合放Lessman 它的厚度就很剛好 是不是 那它這邊的話會有兩個比較薄的夾層 然後呢 這裡的話會有這個 鬆緊的鬆緊帶 那我們通常這樣的地方的話 可能會放上我的Mistorinus 瑞士刀 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小東西 會放進去 瑞士刀 會放進去 像這樣子 或者說你這邊再插一把手電筒 或者是說你可能再放一個 你的這個 每個工具人都會有的 叫做Nightpass Nightpass 的Cobra 你把它放進去 類似像這樣子 那後面會有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這空間的話 你可能放一個 如他介紹的 我們可以放一些Cable 一些電纜 一些電線 一些電線之類的 那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插兩把 比較大的一個 可能是刀子 或者是說 我們看像是這種 長條形的行動電源 例如像這個 這個的話 在我的頻道裡面 也有做介紹 做開箱 例如像這樣的東西 我們可以把它放在這個位置 例如像這樣子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它就會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夾承口袋 大家有看到這個夾承口袋 那你可能 放手機可能放不下 因為我們手機 手機通常都會比較大 好像還剛好 可是我這一個是22 3 Ultra 它是比較大的手機 它放不下 那可能小一點手機放得下 那或者是說好像我出門的話 一定會帶 我的這個自拍攝機的相機 那自拍攝機相機的話 它的體積應該是剛好的 它就可以放得下 是這樣子 然後呢 它就會形成一個Pouch 那它 因為它 外面的話都沒有這個 像 HUB Pouch一樣 它有一個掛鉤 它掛鉤的話 我們就可以for hub system 它是沒有的 那沒有掛鉤的話 它應該就是 只是做Organization 讓你放在你的背包裡面 做組織用的 對 這樣子 對 那它的 外層 外層一樣 也是一個口袋 這個口袋的話 其實就是 放一些比較薄型的東西 例如像 你的信用卡 你的 證件 然後你的 這個 現金 等等的話 我們 有時候會放在這外層 是這樣子 或者是說你的Passport 它講說 我們可以separate shift for passport 它可能指的是這個位置 你可以放你的Passport 你的 筆記 隨身筆記 你可以放在這個地方 是這樣子 所以說 它其實就是一個Organization的東西 算是蠻實用的 尤其是它的這個口袋的大小 它跟這個Lathamon 跟我的Victorinus 是相當的合適 幾乎是梁聖錠做的感覺 那它後面這位還有一個口袋 所以說我們這樣的Pouch類的東西的話 就是看各位 巧思 跟怎麼使用 那EDC User的話 一定都要特別的留意一件事 就是 我們身上帶的東西 都要很簡潔 很compact 很緊縮 很省容量 這個才是一個好的EDC User 對 所以說 我們每一個工具 每一個Pouch 要怎麼使用的話 就看各位的巧思 那這個外層的話 這個是一個魔鬼氈 那魔鬼氈的話 它的這一個產品的話 它還有附 那個 欸 一個這個 哈哈 差點忘記 它 這個就是一個有氣標籤 我們一般 我們稱為這個東西 叫有氣標籤 叫標字 標語 Logo貼 好 那 這個 這樣子是一組的 這樣是一組的 好 那你可以這樣子 Keep moving forward Apaca 它的羊駝 的Logo 那 它這裡面還有另外一個 它就寫一個Apaca 那當然這上面的話 我們可以依照個人的 這個喜好 去把它做上 貼上去 那這外面還有一個 Apaca的 一個Logo 這樣子 對 那很簡潔的一個Pouch 好 就像是一個放大版的 Hob Pouch 是 那 嗯 還不錯啦 這介紹給大家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